字幕提供 那個上禮拜啊 我因為歷屆事提沒有跟你們提示一下 我要跟你們 講一下 因為上禮拜我沒帶 歷屆事提 我來回家看 啊 那個 麻煩你們 在第一章的這部分呢 還是要 這個 我們很快的回顧一下 這個公共政策的這個 像第一題啊 何謂公共政策 這個在93年的這個高考是有考過的 太早了 相當早 另外就是 第四題 啊 第四題在91年的基特也有考過 啊 不過這張考的實在是不是很多了 第七題 第七題 第七題老師最近考出現過 在103年的高考 啊 他有 這個題目很長啊 我很快的念想啊 他說根據這學者 這個 8 提出政策分析八部曲 政策分析的工作 如果開始於問題界定 指於方案推薦政策 啊 分析家 這個啊 這個錯字 有錯字啊 這個政治分析家 推薦方案時 啊 需要有良好溝通的能力 啊 學者 這個 這個 這也拼錯了 啊 Devi Wilman 啊 跟Villian 所提出來的 固主導向的政策分析觀點 啊 特別強調對外溝通 其實這個 比重點 放在溝通 而不是這個題目的全部了 不過 它是從這個題目衍生出來 啊 衍生出來的一個題目 所以這個第七題也是屬於歷届四題的一部分 啊 一部分 啊 那那個 其他都是研究所的我就不管 啊 我們重點是在國考 啊 我發覺國考跟研究所還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啊 所以雖然像 這個 邱昌泰老師這個 的書裡面 他是把國考和研究所混在一起 啊 都放在一起 那我給你們的建議是 研究所的考題 不必不必特別 啊 不必特別 因為研究所是學術為主 我們考國考啊 我發現都是食物為主 啊 理論跟食物有很大差別 你不要為了那個 看 哦這題從前台大研究所考過我就要讀啊 那 不一樣的啊 他因為這個不同的準備啊 這就是你們為什麼要來補習班的原因啊 來補習班其實說白一點我們就是幫同學準備考試嘛 啊 就是考國考希望你們趕快考上啊 啊 這個 理想上就是服務社會啦 啊 再差一點的話 這這輩子什麼工作很穩定 對不對 所以我們重點應該是在啊 啊 這個 國考 範圍啊 所以第一章啊 這第三節的部分啊 我建議你們這個 這個 針對第八題的實證和後實證要看一看就好啊 啊 看一看 雖然沒考過但是呢 這個因為他跟後面有密切關係啊 啊 就是說我們今天 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的不同的典範或研究方法 或什麼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啊 那這種的都是跟啊 學術典範的改變有關 那學術典範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本來是以實證論為主 啊 現在是後實證論 我再重述一遍啊 實證論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把自然科學方法用在我們社會科學上 這就叫實證論 後實證論就認為自然科學方法太強了 理性啊 客觀科學 事實上人類事物 沒有那麼理性 沒那麼科學 有時候溝通的時候 你跟他強調核四多安全多安全多安全多好 那他可能不是從科學的角度來看 譬如他住在那核四廠旁邊的人 跟住在屏東的人 他可能對核四觀點就不一樣 那核四住在我旁邊啊 那如果發生事情怎麼辦 那麼屏東比較遠啊 對不對 他就說我支持啊 我贊成啊 所以每一個都不一樣啊 那在台中空污那麼嚴重啊 那當然核能比較好了 那個減少一些這個火力發電 對不對 每一個地方呢 觀點不同 這觀點不同就已經不是科學可以解決了 這裡面就涉及到了 我們剛剛不是說溝通嗎 溝通就很重要 後實政論就非常強調溝通啊 實政論就強調專家來制定政策啊 後實政論就要說你要考慮到人民 由下而上的這個公民的這種參與 就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第一章啊 就簡單的來說呢 就這個啊 這個 第十一題啊 這個解釋名詞稍微注意一下啊 政策分析跟政策倡導啊 這可以從解釋名詞來注意啊 這個 第十二題啊 標題要記啊 雖然沒有考過啊 這個第十三十四都沒關係了 好 我們今天就開始進入第二章了 第二章 今天比較 今天比較細啊 今天我重點會一定都放在這個幾個上面 雖然這個 我先要介紹一下啊 公共政策這個 先給你們一個背景 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時候 公共政策的這個分類法第一次被提出來 我在上禮拜有跟同學談過 公共政策的早期的研究都是階段論 一個一個啊 從問題啊 到規劃 到合法化 到執行 到評估 好像是一個 一個直線啊 當然這個邱昌代老師在這個 如果你們有看書的話就想到他也說 階段論也有什麼循環論啊 有什麼什麼什麼 如果都要記的話 你到考場要畫很多圖了 不過事實上來說這種考題沒出現過 而且我去讀美國的公共政策的方面 它也 重點也是在於就是說 早期是階段論 但是挪威就 挪威啊 和這個 Salibery 那比較難記點啊 就S-A-L-I-B-U-R-Y Salibery 不過你考試就寫 挪威等就好 這挪威比較好記嘛 總共才四個字 這個挪威等就好 等學者最早提出 最早提出分類 這個公共政策的分類 但是他提出的分類啊 有三個是跟現在一模一樣的 但第四個不同 就是我們先很快寫一下 多寫幾遍 好記一點 所以我們就辛苦大家一下 管制政策 分配政策 寫幾遍把它記下來 重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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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四個 他當年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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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 你们就会发现 他 第四个 现在书都没有 在吴定和 这个邱昌泰教科书里面 都把它改成自我管制政策 好 我这次序 其实每一本书有点不一样 我故意的 我故意把管制政策放在第一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考的可能性最大 等会我们针对的管制性政策会花多点时间 我认为考的机会最大 那我先把几个历届诗题很快给你们念一下好了 现在有历届诗题 根据这个Lowey跟Salesbury所提出来的公共政策 可以分成四大类型 就分配性政策 从分配管制 自我管制 是分别尝试 这个四个政策内涵 并各举我国两项政策说明 这96年高考的题目 这个同样的96年的考的是 请界定分配性政策 从分配性政策的意涵 并说明之 那你说这个都比较早期的 好 那我们来谈新的 新的就是在 104年 104年 公共政策学者 挪威将民主国家政策 分为四种 请描述每一个类型的主要特性 并分别各举一个公共政策 为例104年的考题 这个就比较新了 那另外的 身经障碍者权力保障法 第38条规定等等等等 他就说 请问这个条文呢 是属于哪种公共政策类型的 还有前两年有考一个在 邱昌泰老师这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针对军工教改 这个年金改革是属于怎么样的公共政策 那这个 所以这一张里面 这张里面 我上里面有希望突然回家先看的原因 这一张啊 就是属于 我感觉上会出了 那你们就 多多注意 多投入 那我今天呢 因为这个虽然讲义有啊 但是我还是要 一般讲义内容是比较多了 我们尽量把它先要记 哪些一定要记的 请特别注意啊 这里面所考虑的 就是像管制 那管制什么 你要记的是 他要管制什么 分配 他是要分配什么 对象是谁 管制也是一样 你们永远都要抓住两个重点 第一个管制的内容 第二管制的对象 那同样的分配 分配的内容 分配的对象 重分配 也一样 重分配的内容 和重分配的 对象 自我管制 是什么 哪些东西 自我管制 主要的是谁在自我管制 好 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 我们先抓重点 然后我们再针对的 像管制政策里面 我们今天再细分 我们先强调一些重点 对 这个讲完 我还是要先按次序 演变的第二阶段是什么 第二阶段 他的内容是在第五题 我们先这样跳到第五题 Anderson 这我也麻烦同学我们来记一下好不好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鸟看式的分类 鸟看式的分类 这个也在所有的公共政策教科书 无论国外的或我们台湾都有 你要想到他这个出题 他对我自己去出过 我告诉你 他会跟我说 你要出五本最普最常用的教科书 就外面五本最常用的教科书的内容 你不要故意出篇 可是事实上很多教授都在故意出篇 不过 我是觉得如果以五本的教科书的内容的话 像无论邱看的邱桑泰老师的 吴定老师在那个空大的 像这种张世贤淋水泊了 这种都是所谓大家经常在用的教科书的内容 如果最大公约数就都有的内容 我们一定要重视 因为在初题老师方面有些故意出篇的 可是大部分的应该都还是会遵守考试院 对我们的初题教授的建议 就是说不要故意出很篇的 从前那个地方自治 你想要都是一般都考台湾地方自治 哪也想考国外地方自治 结果有一个初题教授 一出出美国的地方政府 美国地方政府多复杂 他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他地方分权很厉害 每一个地方 我告诉你有政治学博士也没用 那么五个博士都不一定会答那题目 有些是故意整人 好我们来看Anderson Anderson是几乎每本教科书都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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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把挪威的延续下来 物质性的政策当然就针对的所谓的什么货能卖出去人能进来的这种 那象征性政策就是什么国家主权捍卫国家主权的这种的就是属于象征性政策 这个就是属于象征性政策就是属于象征性的政策 这里面呢很明显的他因为他是美国学者 所以他提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共和党是保守主义的 民主党是自由主义的 你看那个贸易就很明显 自由在欧巴马的时代就是非常强调开放啊去参加各种的自由贸易区的 可是川普一上台立刻就说退出这个 这个泛太平洋的这个协定的 那这种的就是他就是主张保护美国的产业了 那这些年来关于这个集体财 集体财这个像公共财 集体财像公园甚至像国防都是集体财 但那个这几天关于宜兰的那个农色的问题又出来了 这个农色的都是私有财啊 这个你要有那田才有盖农色的问题 所以这个每一个 这个Anderson的分类是很细 也就是说他涵盖面很广 涵盖面很广 这个是延续 Lowed的观点 好 那这个我先把那个在时间上发展上了 好 我们先把前面的先解决 农意的先解决 接下来就是第一题的这个唐恩的分类 对 是的 嗯 比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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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来的 事实上也在考试中出现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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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民进党最明显的就是 在这个政治政策上 它是反九二共识 这个很清楚 那这个就是属于政治政策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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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